在夜市卖小吃谋生 人潮来了往往 忙了一整个晚上收摊了 得先收调味罐再收摊桌 那时候他就说 他们觉得就是这个行业 最辛苦的地方就是 事前的准备跟事后的收尾 所以那时候想说 就是聊一聊就说 那如果桌子可以做一些改变的话 那他们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 就是对他们的负担 从中间提起来就可以收纳 洛伊凛和同学从关怀的角度出发 设计出这款可以在几秒钟 就收纳完成的桌子 单纯的发想落实 却处处碰壁 怎么样令到它最简单的方式 一个动作叫收纹 然后中间他们就想了很多 结构上的一些方式 那时候有找机械系的 就是硕士班学长 然后就是请他跟我们一起发想 然后跟他说我们的需求点这样子 这地方我们就可以用铝合金去做 它会比较轻 利用滑笼和联动的原理 加上隐藏式的调味料集餐聚合 好收又美观 这份贴心让这项产品 获得海峡工业设计大赛概念金奖 未来他们还会在产食上改良 让它更轻盈 大家新闻拍摇 明镇珍珍睿平高雄报导